这里边上全是石叶有限工具 边上全是石头 石头的雕刻 各种各样的雕刻 我们今天来到了 惠安县世界石雕之都 雕艺会展中心 今天我们到达了 惠安的石雕博物馆这边 石雕中国石雕之都 这边一大片的 好像有点烂尾的感觉 但是这个环境还挺好的 安静 卫生间又有电 这些楼还没建完 这边都是应该展管楼吧 但是做不起来 好像展管 我们还是到里面去看一下 那个石雕木雕等等东西 那位 现在是雕艺博物馆 这里是世界雕艺之都 惠安雕艺文创园 世界石雕之都展示中心 早在1600多年前的晋朝 惠安石雕已经作为永久性的艺术 被应用 惠安石雕早期主要服务于宗教 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从工艺上分 分别有圆雕 圆雕 浮雕 影雕 碑雕 五大类 这个石雕叫龙藤四海 这个木雕叫龙的传人 这是香坛木雕的 香坛木雕 这个雕了够好 许许如上 特别是那个衣服 你看 衣服很漂亮 这个就是福建的惠安女形象 戴斗粒 戴斗粒 皮头巾 这个是 融发石叶成建的 湖联长沙的集体舟头 青年毛泽东雕像 好大一个石雕 就是这里搞成建的 这是蝙蝠 百蝠 百蝠 100个蝙蝠 餐盒 荷花 上面还有个蜻蜓 这个就是蝙蝠 头大拉下来 这个是花篮 这个应该就是 用石头雕的一个花篮 就是镂空雕了 你看 手要到里面去雕 多那个 多难 把里面那个雕空 是吧 嗯 这个是丝瓜发芽了 你看 这个种子发芽了 里面 雕的作品 嗯 再给它梳妆打扮 嗯 很逼真 我不懂石雕 但我却被石雕的工艺所震撼 希望石雕之都的记忆 能代代相传 不断发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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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